然后我就告诉你 当你圣经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失望 你应该怎么样讲 你应该把你的生命交给主 然后你应该圣洁 然后当你在困境的时候 你应该祷告 你应该寻求神 你应该相信地依靠主 让你的生命呢 能够继续地享受在圣经里面 也因着你的祷告 你的寻求主呢 使到你的困境能够缩短 使到你的逆境可以坏一点 进入了生命里面 生命那边 所以当你在困境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做吗 就是继续依靠神 打到很快就要过去 输短你的困境 今天我要告诉你 走进上帝的时间 大家说要走进上帝的时间 走进上帝的时间 那对我姐妹 你要小心 当你走进上帝的时间 当他要祝福你的时候 你要小心几件事情 让你的生命一直被祝福 不被咒诅 当你走在上帝的时间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接受了咒诅 接受了罪恶 接受了灾害 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 对我姐妹 你就失去了好多好多的祝福 所以你要走进上帝的时间 而不是走进魔鬼的时间 阿们 来 我们要看 当我们走在上帝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 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 先看一段经文 马来福音地理十三章 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 Metheu the 13 verse 24 to 30 马来福音地理十三章 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 耶稣讲了一个比义 请注意 这个比义非常重要 十三章 二十四节到三十节 耶稣又设比义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既自人睡觉的时候有仇笔来 将牌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了掌苗 兔会的时候 牌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夫人来告诉他说 主啊 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的吗 从哪里来了牌子呢 主人说 这是仇笔做的 主人说 你要我去捏出来吗 主人说 不必 恐怕捏牌子 连麦子也发出来 融着两样一起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麦子捏出来 捆成捆 油着烧 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我们第二道告 主圣灵开我们的心 看我们的耳朵 看我们的眼睛 看我们的脑窍 看我们的西算我们的话 明白的旨意 好让我们的生命改变 其实耶稣嘴里祷告 同耶稣基督得神明书 好呢 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其实耶稣在讲我们生活上的状况 这个世界的情形 这里讲到 有两个情况 就是有一个田主在那个田里面撒种子 他撒的是麦子来的 撒的是好种子来的时候 但是当种子 那麦子生长起来出苗的时候 土肺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麦子 什么是麦子呢 麦子就是生长在麦子旁边的那些野草 会破坏麦子的 然后这个土人就很紧张来告诉田主 说为什么你撒的是好种 为什么生的也坏种也生起来呢 哦 田主就知道 他说是仇敌做人 那同学们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在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世界上 在我们生活上 在我们每天度过的时间上 他在做工 耶稣在做工 魔鬼也在做工 阿们 耶稣在做工 魔鬼也在做工 耶稣在撒好种 魔鬼在撒坏的种子 所以同学们 你要知道分别什么是坏种 什么是好种 接受耶稣的祝福 不要接受魔鬼的咒诅 懂得没 再来看 耶稣就开始解释这个比喻 阿拉夫音第十三章 三十九到十几节 阿拉夫音三章 三十九到十几节 Matthew 13 39.3 耶稣解释说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大家说 天国之子 天国之子 他把你个地方讲 然后他说 你是天国的儿女 对呀 白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白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白子捏出来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 人只要猜浅死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 从他的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 不要哀哭切齿了 那时义人 那个时候义人 义人 在他们的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那个时候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由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这里耶稣就解释说 这些白子呢 就是魔鬼傻的 那一些灾磨 那些咒诅 那一些罪恶 在你生命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为什么耶稣不要将 所有这个恶者之子 那些坏人 那些害人的 那些邪恶的除掉呢 时候没有到 因为有好多好多人 上帝要救 而且那些最终的人 不认识耶稣的人很多 如果现在就审判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能得救 如果早十年前 审判的日子来 今天我们都在火炉里面 我们在耶稣的审判里面 耶稣的审判后来 就是要救我们这些人 而且好多好多 他的儿女在灾磨当中 还要救他们 时间没有到 不过当时间到的时候呢 他必要收割的人 就是天使 天使把他的儿女 和魔鬼的儿女分辨出来 然后要把他烧在火炉里 在地流火里面 这个就是审判的日子 已经来到了 那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走进主的时间的时候呢 走在主的时间 这样一开始蒙福 让人生命开始蒙福 可能你来教会不久 或者你信主不久 或者你信主的一切年子 这样一直要祝福你 一直要祝福你 但是你要小心 不要让魔鬼杀的白衣子 就是这一些 他的审判 他的罪恶 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小心的 大家说 不要接罪 不要接罪 Don't connect with sin 不要接罪 那看正经 什么意思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十四节到二三节 1st Corinthians 圣经这里说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逃避 拜偶像的事 我好像对明白人说 你们要审查五花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掰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买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寿这个饼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是基督的 岂不是在鸡坛上有份吗 我们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鸡偶像 这不算得了什么吗 我说偶像算得了什么吗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献的鸡 和是祭鬼的 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 你们以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酒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言戏 又吃鬼的言戏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 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凡事都可行 但都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圣经里面保罗讲修话的时候 是告诉我们 信主过后 我们不要接受 咒诅罪恶 进入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要远离 拜偶像的事情 拜拜的事情 基督徒 你要小心 因为当你在接近 拜拜的事情 拜偶像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接近 邪灵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那些邪灵进入 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就整个生命落在黑暗里面破损了 所以基督徒跟拜的东西完全切断关系 当一个人信主过后 你就要决定走在主里面 是不是吃偶像的东西可以害我们 不会 是不是这一些 这一些这个拜拜东西可以害我们 也不一定会 但是呢 我们信主过后 保罗说我决定跟祂断绝来往 断绝来往 免得我开闪窗一个破口 让祂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将白纸撒进去 我就失去了好多上帝要给我们的福气了 阿美吗 因此 基督徒呢 很多东西呢 我们要避免的 第一 吃偶像的东西 吃鸡偶像的东西 我们吃 因为在哪里 我们不要让祂进入我们的生命 兄姐妹 人在哪里呢 因为基偶像的东西 每个派基都有灵在那边运行 所有如果派过 派派过的人呢 我也曾经派派过 你会知道 那个东西 几乎一放在那个祭拜那边的味道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东西走过 甚至肮脏的东西走过 吃下去的时候 你就 自己找宅货 有而 我们 不祭拜 我们拜 因为我们只拜神 当你拜的时候呢 你会引进 邪灵进来 那兄姐妹 基督徒 因此 不祭祖 不拜祖先 很多时候很多人误会 基督徒不拜祖先呢 是不是因为基督徒不孝 不是 圣经里面 教导 最孝道的教导 是所有宗教里面 最强的 只是在十届里面 头两届 头三届 头三届是敬畏神的 来到对人讲的第一届 一开始第一句话就叫你要孝敬父母 对不对 而且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 出了经文里面显示 当你不孝敬父母的时候 上帝要致死你 上帝要叫阴霾 丢掉 这个 做你的眼睛 上帝要使你的眼睛 黑暗 使你的生命落入黑暗里面 这是上帝 对一个不孝的人的惩罚 所以在圣经里面 从来没有叫不孝父母 圣经里面 强调的 要基督徒 着重 父母在世的时候 父母在世的时候都 磨笑 好过 离世后的死笑 明白 我常常教的 兄姐妹 你要对着你的父母的时候 有什么 世世 要求是 这是什么 神 神 这个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你的孩子 在你生的时候 孝敬你 遗憾 他不孝好 还是你死后 要拜拜大小猪 根本你没有吃到 他吃掉了 在祭祖这件事情上 其实我们华人有一些孤独 为什么基督徒不败 不是不败 而是基督徒有他的方法和方式 来敬主 而不叫祭祖 所以基督徒 所有孝道都基督做的 亲民可以做吗 可以 少父可以煮少吗 可以 然后可以放花吗 可以 可以问哀吗 可以 我们可以在这个每一次亲民的时候 或者每一切你多到去都没问题 站在你的先主的坟前里面哀悼 那么来纪念从心里面生出那个 凛蓝可畏的感觉 对着你的先人来哀悼 听见没有 这个叫敬 为什么基督徒不败呢 有他的原因 因为基督徒不乱败 基督徒知道拜的东西是给神的 不是给人的 如果把给神的东西来给人的话 就对神不敬 得罪的神就糟糕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随便乱败 然后 为什么基督徒不败呢 是因为 基督徒知道什么东西给人应该给人 什么东西应该给神 什么东西不应该给人的 也不可以给人 明白吗 Internet 但是我们华人很仪徒的哦 也很乱来的 人没有死的时候叫人 人一死了七天变鬼 所以我们说 天哪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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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哈啰 他是你的妈妈 这是你的爸妈 这是你的眼睛 他生你 养你 教育你 等到他老了 他帮你护孙 他去了的时候 他就算回来 也不会害你啦 但是为什么你怕的干死呢 为什么因为你坚强鬼的鬼 对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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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就要你死了 我打到我死了 都对啦 你拜他 就会拿他的宠 看你宠 不要给他 就觉得你们心里面 都有一个怕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对你那个鬼神 都分不清楚 然后七天过后呢 七七四九天过后呢 变成了 变成神了 不再是鬼了 为什么呢 你把神主还放在 跟管理妈 跟管公 躲在一起 你拜管理妈的乡也给 给管理妈 然后再来给养子 给你的祖先 因为祖先是跟管理妈 都被公平的了 所以他说 对 进入天界 神界变成神了 对方姐妹 是不是很乌 人不人 鬼不鬼 神不神 鬼神不分 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管理 对方姐妹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 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把它分得很清楚 拜 箱子给上帝了 就说箱不可以 玷污的 所以箱做起来呢 要完全分别为圣 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给上帝 单单给上帝的 所以不可以给人 就是对上帝的敬畏 如果我们把我们拜祖先 然后把这个拜给人的话 就让我们祖先 跟神平等 就得罪了神 明白吗 试试看 我们的养领端阿公的椅子 你试看 你坐一下 爽子 坐起来 坐起来 他抱着美肉 说乱坐宝 哎 坐起来 我当宝你被抓 一定被抓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敬 在上掌权 对不对 你的王帝 对不对 同样的人的律法 也这样更换 是神的律法 我们知道要懂得怎么样去分辨 所以因此基督徒不记主 只有信主 不过基督徒 孝道的方面呢 做到主 这个是上帝的要求 而且上帝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说 当你孝敬父母 再次要尝试 尝试 做事要恒同 对不对 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呢 上帝要大胆祝福你 使你恒同 使你长寿 哇 太好了是不是 太好了是不是 这个是带应取的杰明 有 基督徒不记住呢 是因为基督徒不乱乱拜 免得拜到邪灵 把它接近 你的生命里面 当你拜的时候呢 你等于尊敬他 你等于要供奉他 所以要跟你的了 跟你的了 你看 在道教 其他东教啊 他们去到清明界的时候啊 他们有一定的 规则 所以他们是怕的 带你战人精进去坟场 所以呢 如果你尝尝庆明的人呢 你拜拜过的 你几个 几个 这个原则 你大概都需要懂的 比如说你去清明的时候呢 你的泥土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泥土吗 出来的时候 你要在草面磨 或者拿水 洗掉它的泥土 不要带 那个坟定的泥土回家 对不对 等下你带鬼回家 对不对 然后你贴纸的时候 你要念咒 念不对的话 人家会跟你回家的 ok 然后呢 小孩子如果去坟场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带柳树 对不对 柳树他们说可以辟邪 为什么要辟邪呢 因为那边的 故人也鬼啊 邪命很多 免得带一只回家 就很糟糕了 所以呢 很多人就拜拜了 回来就表现 一声表现 哎呦 为什么这么烦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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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翻嘴过来 为什么呢 你已经带一只回家了 所以那一次就讨论你 所以他就请神啊 拜佛啊 这些东西 做了一大堆东西 来 来做什么 就是来破 这个 所有不必要的麻烦 基督徒不这么做 基督徒不记住呢 因为基督徒知道一个情况 就是当人死了以后 灵魂离开就两个地方 天堂地理 在人界和灵界中间呢 就有人和邪灵 当你祭拜的时候 你只能请他 请他 请他 愿意共同他 将你自己教理他 或者降福你在他的权威底下 所以他就跟你回去 如果你拜不对的话呢 你就接近罪的众主 接近众主 你的生活就开始一塌糊涂 因此 你的生命就失去了 搞福分 我HP有一个弟兄 他进了耶稣以后 然后我也讲过 这样子的事情 在教导的时候 他不相信 本时的时候 他不是不相信 他说不故 不是故意的情况 底下 他去送兵的时候 他在乘乳巴 他就很喜欢吃乳巴 就捏个来吃 一次在那边 他就在乘乘 他会没听 他开始想到 我会说 我怎么做不错 我一直在乘乳巴 我行不行 我行不行 就会我祷告 他今天会祷告了 一字耳等一字 为什麽呢 他捷径了 不可以再肮脏 他一肮脏 黑暗就引到 阿们 所以基督徒呢 要小心祭拜的事情 基督徒也不祭祖 只有敬祖 因此基督徒要保守自己圣洁 走在善逸的世界里面 长久的蒙福 所以当你知道了以后 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徒没有祭祖 不是我们没有祭 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应该给神 什么应该给人 而且我们不乱那么拜 只有拜神 因为拜神得祝福 拜鬼 拜邪灵 我们就领尽的做主 Amen 第二 我来看 我们来看 圣经没告诉我们要小心 不接罪呢 还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 生命纪第十八章 第九至三节 Deuteromy 18 verse 9 to 13 Deuteromy 生命纪第十八章 九至三节 你到了耶和华 你神所赐之地 那些国民所行的 可真的事 你们不可以学着行 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 使耳里经过 不可以占卜 也不可以有占卜的 关照的 用法术 行邪术的 用离术的 教肥的 行巫术的 过因的 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争恶 你那些国民行这些可真恶的事情 所以耶和华 你们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 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 那个叫做完全人 不要让这些助力的事情 变乎你 所以各位姐妹 信主过后 不要相信算命 不要相信星座 不要相信那些那么那么那么 号码 OK 也不要相信风水 因为这一些可以 不用这一些 你可以过得很好的 因为上帝的应许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之后 我们每一天都是上帝保守 都是好的 蒙福的 所以圣经里面121篇诗篇 告诉我们说 上帝要在早晨 早上 太阳避不伤害我们 晚上 月亮也避不伤害我们 意思是我们日和夜都平安 既然我们日和夜都平安了 你还需要这些做什么呢 当你看星座的时候 你觉得 你为什么要醒呢 我没想到我注意 我没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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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来什么东西都可以走的 什么地方可以自己的 什么人都可以藏的 但是你看了以后呢 你开始这里受捆绑 那里受阻碍 这里受咒诅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进 你自己绑自己做什么呢 你让咒诅和那些咒语 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很奇妙的 我说我看了嘛 偏差看了嘛 告诉你 当你看的时候 你的信心不小心 你接受 哎呀 看你真的没想到 你怎么没想到 我会堵到 桃花印 真的你做法 你开始接受了 但是你开始接受 今天的桃花印 你也接受明天的声音 对不对 你接受今天的桃花印 也接受了明天的声音 因为你没有 你不是每一天都桃花印 明白吗 本来好好的 你却把那些咒语 那些咒语 接至里面 很糟糕 有六姐妹在我们当中 她们从小一出世 看命先就告诉她说 妈妈说 这个孩子特别 孩子受了 她妈妈不喜欢她 爸妈不喜欢 真假不喜欢她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人信耶稣过后 是这个人来 最孝敬她父母的 有一些来到教会里面 她明星告诉她 不能过三十五岁 她一生等着那三十五岁 信耶稣她只过了三十五岁 四十多岁五十岁 也老了死不了 但是有一些人接受了 真的三十五岁死掉啊 真的有吗 她告诉你 火光之灾 你信 火光就算 三个星期 有几个火光之灾 为什么你现在都信火光之灾 你不是冲车咯 你明白吗 为什么 当你信的时候 你接受信的时候 火光就实力 在你生命里面 他就摆了 他就布局了 摆了个陷阱给你踩下去 你就当真的 越来越信 越来越淋没 四处去看命 对不起没 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子 基督徒也不用信风水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充满权命 有上帝的大神 有没有同灾 平安有没有同灾 鬼路也可以住 告诉你 没好事也住 我们住的也好事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充满 创造你做万物 天地的主宰的儿女 你是基督徒 所以你去到哪里 就平安 那些不能做的工 不能做的生意 你去到哪里 就把它做活起来 因为在哪里呢 你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当你去接受风水的时候 就糟糕了 为什么呢 风水本来就是一个正法 当你摆好的时候 你真的信旺 当你摆不好的时候 越摆越糟糕 很多人信风水 信到越来越糟糕 就来到教会们 把所有东西除掉 信耶稣整个活过来 有些人真的可以接风水 接得很好 我们的槟城中 有一个爆发物 它真的 sign agreement 也要看风水了 sign agreement 也要看风水了 有 时间也没有到 这些风水不能长久了 有一天它卡住的时候 全部拍到 全部翻转 为什么呢 它一个装不好 一个排不美 或者一个排不好的时候 它引进不一样的 它引进邪恶的 它一引进不适合的 整个全部的东西 一下子一塌糊糊 但是信耶稣的人 耶稣每一天都赐平安 我们不需要这些 所以基督徒要小心 你要走进上帝的世界里面 就不要让魔鬼的牌子 杀在你的生命里面 让你受众主 因为你在耶稣里面 在圣经的话语里面 每一句话都应许你 上帝爱你 上帝赐福你 你不再需要这些 你要远离这些 不要死到做主 尽入你的生命里面 阿们 一二 你要走进上帝的时间 你就不要尽罪 不要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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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尽罪 不要靠尽罪 雅克苏 而兽罪 描述 幕里印第1章12 Circo 1 3 第16 ayım 这里说人受试探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经过试验后 必得到生命的光面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以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的人 记得上帝会试探你了 上帝只有考验你 只有磨练你 是你身心坚固 他会把一个罪给你 让你掉下去 把一个女人给你 不会了 让你犯罪 不会了 那是魔鬼的工作 OK 当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试意牵引 优惑 试意去怀祷台 就生出罪来 罪去掌权 就生出死来 小心哦 当你净罪的时候 你的试意就滚动 当你试意滚动 很容易就被牵引 就开始生出罪来 开始犯罪 你一犯的罪 就接近咒诅 接近灾祸 接近罪的后果 那就是死 所以很多死亡事件 很多破坏事件 很多家庭破裂的事件 都因为罪的咒诅 进入人的生命里面 弟兄姐妹 当你要走进上帝的世界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呢 其实罪的不可以阻挡的 罪的也不可以去尝试的 罪只有用一种方式来对付它 就是逃避 大家说逃避 看被多前书 1st Corinthians 6 vs 18 to 19 1st Corinthians 6 vs 18 to 19 这里说你们要逃避 逃避 逃避迎刑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都在生子以外 唯有行营的是得罪自己的生子 岂不知你的圣子就是圣灵的地方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 住在你们里头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 你看各位姐妹 圣子姐妹告诉我们说 你的生命对付罪的时候要逃避 要逃避 不用接近 你知道那个是罪来的 你不可以接近 你死在哪里 你很清楚的 你不用靠近这个地方 不要说今天我也是基督徒的 我可以了 你在座 我告诉你跌倒的机会很高 在教会界里面 很多出名的牧师 牧师来行神及其事 教会大大间在美国的教会 结果跟李立书游染 整个教会倒掉 有这样的刺激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行了 很了不起了 可以去尝试 可以去靠近 在我认识的群体当中 有一个牧师我所认识的 也来过并层讲道很出名 行神及其事 自由不到家来的 他跟他请了一个名义书 这名义书常乱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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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为了打广告 为了招人 招教会 联合教会来 来连连办他的那步道会 结果一位长期相处在一起 本来两个人住两间房间 后来cut course 两个人住这间房间 又在cut course 两个人睡一张床 结果肚子也大起来 那老婆你以为 这个生命最落在黑暗里面 兄姐妹 对付罪 男女要清楚 在教会里面 我特别在这里声明 我们男女要分别为圣 明白吗 你有你的家庭 你有你的家庭 你有老婆的 跟老婆在一起 你有老公的 跟老公在一起 人家老公 不要去找人家老婆 人家老婆 不要去找人家老婆 行 行 那么在教会里面 不要搁来搁去 搁锅 搁鸡 搁锅 搁上船 不鼓励啊 教会不鼓励啊 搁锅 没有 我现在搁锅 我这时候听说 我不喊你 我要清晰 我不喊你 我不喊你 你搞不定就不成为了 我看过了 我做故事今天 就是跟你讲 讲 讲 这样子 空口说白话 我做故事二十年 今天我跟你讲这书话的时候 是有它的根据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 保守自己身杰 男的不动你的 女的不动男的 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对 一家的彼此相爱 但是呢 我们保持一个距离 所以在教会里面 他瞒你 关系 瘦得不轻 不要动他 我给你带鸡 你带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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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悲惨的就是我 不久前才处理一个个案 不是我们这里的 是别的国家 就是我常见到的教会 两对夫妇 两个家庭 儿女都很幸福美满的前面 都很连 都是可以 阿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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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每次来教会特别亲的 他的男的也跟你的亲嘴 你的也跟他的男的亲嘴 哇 特别亲的 这东西一起去那里玩 一起一起一起 结果 最近不久爆发出来 他的丈夫跟他的太太 有事情 我要去处理 他们教会不能处理 教会去处理 整个教会都落在黑暗里 而且这些都是成熟的信徒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净罪 罪可以进的 要逃避的 点到为止 做生意点到为止 丢姐妹在一起点到为止 台湾上解不到为止 同工也是一样 不要因着 事奉的原因 因着事奉的理由 而难以你的单独在一起 不鼓励 全部倒的没有一个活的 没有一个活的 你要追他好好追他 追他以后 让牧师来祝福你 跟牧师讲 牧师为你祷告 想要跟你上课 辅导个诚 保守你们 别大喊 搞瘾 可以大喊 对不对 圣经里面交代的话 你忍不住你结婚 真的结婚 结婚就是保守你圣洁 整个祝福在你生命里面 不要接近罪 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不要靠近罪 让罪的做出影响 最后我们来看 大家说 不要犯罪 当你要走进上帝的神经的时候 不要犯罪 Zo commit sin 不要犯罪 圣灵哥前书六章九之十戒 1st Philippians 6 verse 9 to 10 1st Philippians 6 verse 9 to 10 圣灵哥前书六章十戒 这里说 你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是标志欺 无论是淫乱的 败偶像的 奸淫的 或软童 对不对 这个字 软童 青蓝色 偷窃 贪婪 醉酒 不骂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那弟兄姐妹 基督徒严谨的 拒绝反对同性恋 所以不单只是异性的罪 我们更反对同性的罪 各位姐妹 你注意一段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说 无论是 暴相 奸淫 蓝 同情男士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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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是圣经里面 完全反对的 我告诉你 同性的没有天生的 上帝不会造错东西 只会你想做 上帝会造错的 OK 上帝造 哪一个部分放那个东西 哪一个部分放这样不一样东西 一定的 OK 不用加 不用减 贵加和减的 都是不一样的 OK 他贵一半一半的出来 但是今天为什么人一半一半的这么多呢 有他的原因 不是天生的 如果是天生的 好几十年前 几百年前已经很多了 为什么不是 以前很多的 不是 以前如果你动了 没有结婚 动了人家看他 他就张基隆了 跟隆巴士男人 男女儿女 对不对 就是 渐进是越来越多 进来就更多 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家庭的影响 大家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的影响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些单亲妈妈的孩子 男子爸爸的孩子结婚 所以就造成很多很多更严重的单亲家庭 产生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家庭的形象 双亲的形象 他们失去了父亲的形象 所以呢 有一些人就变成lesbian 有一些人就变成这个女人化 那有一些人失去了妈妈的形象呢 他们就变成女人化或者男人化 到了九十年代和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更加糟糕 原因在那里这些长期是单亲家庭 长期破裂的那一些温烟生出来的孩子呢 他们开始性体育的运动 为什么呢 他们开始去结异性 不再相信异性 透过的妈妈的传话 透过妈妈的影响 他们不再相信男人 而且他们不再相信男人的底下 他们没有男的形象 然后他们很渴望受保护 也很渴望去保护人 也很渴望有一个男的形象 他们自然的慢慢去向男性化 女性化也一样 他失去了妈妈的形象 他失去了女人的形象 他也失去了爸爸的形象 所以这个人搞出来的不男不女 原因在哪里呢 他们失去了双亲的形象 从小就没有爸爸 从小就没有妈妈 有一些被性虐待的 有一些被拒绝的 有一些被影响的 通通都变成了这种青蓝色 或者是男童 这种就是lesbian 那同学妹 这一些的由来不是天生的 而是影响 比如说 一个人 他没有爸 他的妈妈已经告诉他说 男人不好 男人不是人 全部男人都是外战 欺骗了 他们自己收腻了 然后他自己有一天真的胖痛爱上的男人 但是这男人不骗他 这男人伤害他 他从今那就是开始 他完全不相信男人 然后他开始 但是他需要爱 他认识一个lesbian 这lesbian就影响他 给他吃 给他玩 给他钱 照顾他 他开始对这个lesbian 开始有感情 但是这个叫友情 我有很多男性好朋友 几十年来的 有时候我会想他 打电话给他 但是我不是同性恋 懂得 我的好朋友来的 我的好朋友来的 但是我不是同性恋 但是这些 因为有费力紧的女孩子 他们就开始认定 这种感觉就是 我是同性恋 就变成了同性恋者 你明白吗 各位姐妹 这是后天性发展的 第二 为什么这些产生 不是天生的 我告诉你 第二是因为媒体 媒体 外国的西方媒体 台湾媒体 香港媒体 都在宣揽 影响同性恋 他们发起同性的运动 甚至教会里面鼓吹 同性结婚 美国欧巴马 欧巴马 欧巴马 一定接受了 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OK 已经接受了 开始接受了 这个同性恋者 他就有法令 接受他们结婚 他记不通通 老子 我可以讲 拍下来 寄去美国给他说话 OK 我告诉他 我告诉你们 各位姐妹 因为这些媒体的渲染 让你有一点感觉 我喜欢我 然后 我喜欢做菜 然后 我喜欢温柔 不喜欢运动 干净的东西 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做男 对 比较偏向参女 不一定 上面会给人特别的恩赐 那些男人很强的 他不是同性恋 但是他可以做很多女人东西 哇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男人来的 我认识很多 这样子 稍微有 有女性的那种恩赐的那些弟兄 哇 他们在艺术方面很强的 25是同性恋的 他们就会争执 OK 所以各位姐妹 媒体 还有听那些感到 那些 那些什么同性恋的 那个妖魔鬼怪 我告诉你 这些人都在推动 渲染自己的同性恋者 然后你爱这个偶像 那个我也是同性恋者 这些渲染 使到人 的那种形象 开始模糊 被影响 而成为同性恋 第三 成为同性恋有一个生理的因素 你知道什么吗 吃鸡肉太多 Pumato chicken 我读了你的文章 OK 你刺激太多 你会把河海蒙刺进 所以如果小的时候 你11岁之前 一直给它刺激 刺激 刺激 你会看到那个身材啊 那个开大的地方 不开大的地方 偏偏大起来 真的 为什么呢 很自然的话 你看女人画的那些人 那些东西 他们打火墨 他就好像女人身体出来了 对不对 同样你吃鸡的火墨的时候 真的男人 会有不一样的身材 女人呢 会伸出无虚出来 所以你这些 有无虚的那 小心 注意自己是不是起来吃鸡的 猪是长肉鸡 鸡特别 特别 因为每只鸡有打火墨 我告诉你 一只鸡 需要六十天 才可以窄的 一只鸡普通高风鸡 需要六十天才可以窄的 现在的鸡 二十二天就可以窄了 你说 那打索草肉鸡 你看那鸡大大的 你吃鸡鸡鸡 你的身体有一天 不快就大巴结了 而且 软软肉 手过两个鸡蛋 就这些生理因素的变化 这些生理因素的变化 真的导致有一些 越来越不一样 身材越来越不一样 他的身材开始发一不浅 或发一不整 明白吗 发一不浅 那就是该大的时候 但没有大距 反正出一点呼吸就来了 发育不整 应该有男性 但是不整全脑 不应该到地方大起来 就变成内荷蒙导致你的生理开始扭曲 你的生理开始变化 难不难 离不离 这个就是有科学根据 不是天生的 是因为人的罪产生的 就觉得教会引领这些事情 无论哪个牧师告诉你说 圣经怎么说 圣经没有说 你看圣经怎么说 所以在现在的时代里面 有一些牧师已经变女人了 男人变女人了 有一些牧师在强调在推动的同性恋 这一些对我们来讲都称为邪教 不是正统 所有正统的都按着圣经 今天你看到了还没有日子 没有到 麦子和麦子要同时生长 有一天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 上帝要把麦子和麦子分别出来 上帝要捏出麦子 用火烧掉这一些邪恶之子 要落在审判里面 然后上帝之子这些麦子 要蒙福 要进入上帝的国里面 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在这个时候 对姐妹们走在上帝的时间 要保守自己圣洁走在祂的时间里面 所以你要蒙福一生嘛 我告诉你 大家说不要犯罪 不要犯罪 不要接罪 不要接罪 不要净罪 不要敬罪 所以安人给了一生就必回福 阿们吗 我们一起站一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